犹大书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 犹大写信给 那被招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愿连续平安慈爱 多多的加给你们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若我们徒得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 竭力的争辩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泛众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 出埃及地 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足用锁链把他们永远 拘留在黑暗里 等待大日的审判 又如所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成义的人 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 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这些做梦的人 也向他们误会身体 轻慢组织 毁谤再尊位的 天使掌米加勒 为摩西的失守 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 毁谤的话 罪责他 只说 主责备你吧 但这些毁谤 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 所知道的是 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诱惑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为立 往巴兰的错谬 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 灭亡了 这样的人 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吃的时候 正是礁石 或做玷污 他们做牧人 只知 喂养自己 无所惧怕 是没有雨的云彩 被风吹 被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汁的树 死而又死 连根被拔出来 是海里的狂浪 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 是流荡的心 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永远存留 亚当的妻子 孙以诺 成御言这些人说 看啊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 行审判 证明那一切不尽钱的人 所万行一切不尽钱的事 又证实 不尽钱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干壁话 这些人是私下一论 常发怨言的 谁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 为得便宜 常媚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计较的人 谁从自己不尽钱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胆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痴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 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 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